浩門8點檔 講聲一直在 大家好 此女是立平如願 可不可以幫我拿一下皮草 我要抱一下劉德華先生 林士玲對坐在劉德華旁邊的梁朝偉底底地說 梁朝偉和劉德華這兩位可是出了名的身事 怎麼會拒絕美女主持人的祝福擁抱 及一個小小的要求呢? 於是 林士玲脫下皮草 露出尾背 一身銀片 如願擁抱了劉德華 這一擁抱 全場騷動 觀眾都炸開窩了 還打破了金馬獎的收市紀錄 這應該是無名網紅新頂流明星最成功的一次 還新的兩位頂流男星 這也太會了 而剛剛他才剛擁抱完梁朝偉和 那時候大家都不認識林志玲 2004年金馬獎這一夜 林志玲一夜成名 憑借先天的美貌身絲 再擁抱了梁朝偉和劉德華兩位頂流 替代了蕭翔成為中國台灣第一美女 林志玲色的成功從此這個愛的泡泡火片大江南北 後來劉德華和林志玲在某次採訪節目中又相遇了 劉德華問林志玲 為什麼金馬獎要抱我 林志玲超高程商的回答又一次讓人佩服 因為我想人生中主持大型典禮 應該就這摩一次了 我要倒下這次機會 事實證明 林志玲倒成功了 近20年過去了 跡身一線的林志玲 卻選擇了急流勇退 選擇雙夫教旨 退出娛樂圈 在退圈後末幾天 林志玲又因一組 以前參加《中藝的舊的泳裝照片》 重新熱烈衝上熱手 網友質疑 這到底是真退圈 還是炒作露金 環有媒體爬出 林志玲用同樣的消息 在日本參加《中藝節目》扮演觀眾的女朋友 但卻反響平平 你願意和我交和嗎?我愛你 你敢相信 這是林志玲討好日本觀眾說出來的話嗎? 有網友說 參加這種節目 貌似黃視他的日本老公逼迫他參加的 自從林志玲結婚之後 可能他這個日本老公 真的太不忘他了 真的是一言難盡 自從結婚後 這個老公給林志玲帶來的都是黑了 各種想熱手都不是什麼好消息 比如 林志玲多次被老公加爆 再加被老公拳打腳踢 打到臉上的假體都出來了 環有 這個老公加爆也就算了 環多次出軌 環狠喜歡調教林志玲 而且 林志玲結婚的時候 已經是年齡很大了 這個老公還要求他生孩子 要知道 44 歲生孩子可是高齡產婦啊 這對母子來說 都太危險了 而結婚後 林志玲消失了一段時間 正當網友還在各種吐槽他老公的時候 林志玲已經把孩子生出來了 於是 馬上就有媒體爬出 林志玲兒子代印生子 這也不怪網友猜疑 那麼快懷孕 那麼容易就生下來 只能是林志玲身體人家底子好咧 這麼多消息 真真假假只有林志玲自己知道 有網友為林志玲抱不平 若是真的 這多能人嗎? 今年 林志玲突然高調帶老公 而只回到中國台灣定居 並且還參加了蔡康永的節目 節目中林志玲宣布退圈 說以後除了慈善活動 其他圈內活動 就不參加了 哪怕孩子帶了也不會復出 林志玲希望大家記住她黑頭髮的美麗樣子 不想被大家看到她露了之後的樣子 但是 有媒體爬出 在宣布退圈之前 她卻參加了四個商言活動 而且她老公也有通告 這些舉動不禁讓網友納悶 者是想模仿戴X戴著巨進業 回到中國撈金嗎? 此是戴X此次已婚的勞工 也是不忘戴X啊? 相比戴X這大家更疑惑的是 林志玲要身材有身材 要演技有演技 要容貌有容貌 要學歷有學歷 為什麼甘願下加級日本男星黑澤梁平呢? 比這震驚的還不止 林志玲在節目中透露 還是她主動跟南方求的婚 交往事已結婚為前提的 後面有網友爬出 林志玲結婚 原來是為了給她母親衝起 也是為了讓她媽媽有生之年看得她能順利嫁人生子 因為她的母親得了阿茲海默症 身體恨差 狀況不好 不得不說 林志玲也是出了名的孝心 2015年 林志玲在參加花樣寫寫 中藝節目中 有一次突然不顧形象 哭紅了雙眼 大家都知道 林志玲是一個在鏡頭極度追求完美的人 特別能中 但如此崩潰的原因是 節目組錄製過程中到了一間咖啡店 剛好裏面有漸卜這一環節 漸卜的人跟她說 家中病人會很快好的 聽到這句話後 林志玲忘了她自己再錄節目 那一刻 她只是一個女兒 她很牽掛她媽媽的病情罷 於是 毫淘大哭 後面 她也跟觀眾道歉 林志玲珍的是活的最少心悅悅的女性沒有之一 要說娛樂圈中 那個藝人最討厭林志玲 非小S莫屬 連小S本人都親口承認 她最討厭的就是林志玲 在中藝節目中 她都直接聊當說林志玲中 她很喜歡拿林志玲和自己做對比 出題考驗參加節目的嘉賓 處處要壓倒林志玲 但小S也就只能說林志玲假了 再深一點說 小S也沒了可說林志玲 只能支持她退圈 還不忘選一下 而就是這樣一個讓人質到都說不出外話的女神 前段時間 被報導出幻想了嚴重的抑鬱 不僅如此妄想 還出現了無數報料 雪黑澤良評分後價爆林志玲 最嚴重的一次 甚至把林志玲的假體都打出來了 林志玲今年回台灣 就是為了收福假體 但因為兩人簽了婚前業議 林志玲一直不敢離婚 當時網上環流傳著一張林志玲被加爆的照片 但事實上照片十分模糊 根本看不清楚是林志玲的樣子 這些所謂的出軌加爆傳聞都並沒有實際性的證據 可能是因為林志玲婚後很少公開自己的婚後生活 才到此外界傳聞 紛紛 而今年6月份 克逢是林志玲和丈夫黑澤良評結婚四周年紀念日 他們終於向大家公開了他們真實的婚後生活 雖然是結婚紀念日 但林志玲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工作 還參加了一個活動 林志玲在活動時穿著一條帶紅色的一致肩連衣裙 身材高挑纖細 雖然高齡產子 但身材依然保養得很好 不過他的臉 就沒有保養得那麼自然 拳骨和蘋果肌的位置突出 眼睛變得有點嵌僵硬 沒有之前自然 氣質有所改變 林志玲透露四周年的結婚紀念日 她選擇在工作結束後和家人一起出去外面吃飯 早前林志玲在採訪中透露 當年她和黑澤良評在一起 其實是她先主動向黑澤良評求婚的 她覺得黑澤良評很有勇氣很認真 讓她久違體驗了 將普通女孩被追求的感覺 她在日本生活期間和婆婆一起住在一間一居室 過著普通而自在的生活 這次林志玲決定和丈夫回台灣生活 其實也是因為林志玲的母親年紀大了 為了方便照顧母親 黑澤良評也在近日的採訪中 分享了夫妻的婚後生活 外界一直傳聞黑澤良評是一個大男人主義的人 黑澤良評則無辜表示 以前是日本男人可能是那樣的 女性永遠要站在男性的三部之後 但現在不一樣了 黑澤良評很尊重妻子 她覺得自己反而要站在林志玲的三部之後 黑澤良評說她非常理解林志玲生育的辛苦 她沒有任何理由去五頁和背叛妻子 黑澤良評的這番話 算是正面否認了之前出軌家爆的傳聞了 林志玲之前也有說過自己曾經產後抑鬱 幸好有丈夫在身邊照顧和支持她 可見林志玲的婚姻 並沒有外界盛傳的那麼不幸 此事就在昨天 又有知情人士爆料稱 林志玲自從加級黑澤良評後 就很少出來走動 整天待在家裡不能見識到新世界 久而久之便產生了抑鬱的情緒 再加上黑澤良評性格暴躁 有時候還會動手 所以林志玲的情緒越發壓抑 除了文字報導外 台媒還貼出了林志玲出席活動時 身上有多個於青紅種的照片 想要為大家證明林志玲確實遭到了的家暴 但事情的真相卻沒有看上去按摩簡單 有網友總結了林志玲的婚後生活 自從階級黑澤良評以來 只能用妻慘兩個字來形容 有說黑澤良評偷吃出軌的 有說黑澤良評打林志玲打出假體的 還有說黑澤良評家教狠嚴 每天罰林志玲怪的 而林志玲之所以沒有選擇離婚 主要原因還是不想鬧得那麼難看 必看林志玲有錢又漂亮 但他的外心還是失分傳統的 為了體面做出這樣的選擇 但也不奇怪 不過賞述報道都只是台媒的一面之時 除了林志玲身上有於青的照片外 便再也沒有實質性的證據 即便如此 林志玲婚姻生活不幸福的消息 依然沒有停歇 如今她又被捕出 幻想嚴重抑鬱症的消息 實在讓人擔憂 除在輿論的發酵 越來越多的知情人士 暫出來爆料 說林志玲確實幻想了抑鬱症 該爆料者再賭過劉鶴 她說他生意外得知 林志玲在家的玉室女用大話圖 場面十分恐怖 好在送醫及時才沒有讓成大禍 如果網友爆料的是真的 那林志玲現在的狀況真是讓人擔憂 在粉絲心裡 林志玲永遠都是溫溫柔柔積極向上的 和已經細緒的李文一樣充滿著陽光 但就是像他們一樣看似永遠開心的人 才更有可能將不好的東西別在心裡 幻想抑鬱症 雖然台媒總是對林志玲婚姻 做出不好的揣測 但在澄清了幾次後 林志玲夫婦也就不再在意姐姐了 不管是普通人還是明星 都會想要擁有一個安穩的住所 和自己的愛人家人在一起 過著幸福美好的生活 不管是抑鬱症的消息是真是假 相信志玲姐姐最終都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祝願她幸福健康 好了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 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 請多多訂閱 請多多訂閱 請多多訂閱